剛剛已經樞紐錶OK了 樞紐錶OK之後要怎麼知道哪些地方要刪掉 哪些地方要留 最簡單的方法就把這個地方刪除掉 然後重新RUN一下你就知道了 RUN的時候我是建議你按F8 你不要直接按下這個 這個的話是從跑到尾 那如果卡住你也不知道哪裡出錯 可是F8它是足行的 所以按F8按一下它就跳一行 按一下就跳一行 所以它第一行是什麼 序辭.add 所以序辭.add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就是插入一個新的工作表在前面 所以F8有沒有 這個OK 那你會發現它到底產生什麼東西呢 這一行有沒有看到 它會多一個工作表8的一個 新的空白的工作表出現 那裡面的話你會發現有一個地方很 這邊是要工作表7對不對 所以待會你一執行這一行一定掛掉 為什麼 按F8它會出現說 執行錯誤啦 為什麼呢 你按真錯有沒有 我是建議你將來看到錯 你按真錯你就知道哪邊 但它沒有告訴你說到底這麼多 這麼多個字裡面到底哪個地方錯 那其實跟各位講了 你猜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有沒有發現 它add的時候是add什麼 工作表8 但是這邊也有叫table destination 這個table destination 意思是那個樞紐分析表將來要放哪裡 那其實是放在這個位置 R3C3是第三列的第一欄 那就是A3啦 實際上就放這裡啦 可是問題前面驚嘆號 這個是工作表名稱 那工作表名稱目前叫什麼 工作表8對不對 那你現在工作表7 是因為你剛剛錄的時候是7 現在變8了 所以喔 怎麼辦 其實跟各位講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你直接把工作表7 驚嘆號delete掉就好了 OK 那你想說老師那delete掉的話 那沒有工作表名稱啊 那如果你沒有工作表名稱 它就看你現在在哪個工作表 那我現在就在這裡啦 那你不用也沒有關係 所以喔 那個地方是確定可以刪掉的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還有哪些地方可以刪掉 其實跟各位講啦 這邊豆點有個叫version等於6有沒有 version指的是版本 還有豆點defaultversion等於6 我是建議啦 因為你目前執行不刪沒關係 但是如果你將來會考慮到說 你這個Excel檔案 會拿到別台電腦去跑的時候 那我強烈建議一定要刪 因為我遇過就是喔 如果你換一台電腦 因為我們現在電腦它的版本是version 版本是6 可是如果你換一台電腦是7的話 那很抱歉 它就掛掉了 它就不能跑了 那怎麼辦 很簡單 直接就把它砍掉就好了 豆點version等於6嘛 delete掉 豆點defaultversion等於6 這兩個可以刪掉 可是呢 如果以現在這個裝 因為我們現在用這一台啦 如果你不刪也沒關係 我說未來 如果你換到別台電腦 這個一定要刪 但目前練習不刪沒關係 這個可能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個我們先delete掉好了 反正記得這個一勞永逸 不然以後你換一台電腦 回到家把檔案打開 奇怪為什麼不能跑 明明我們上課的地方可以跑 為什麼真的不能跑 好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按F8 過了有沒有 就有了 所以啦 剛剛最大的問題其實就是這個啦 R3C3前面那個 哪一個工作表 那個砍掉第一最重要 第二重要是那個version 而且在這一題其實不刪沒關係 所以你等一下沒有刪沒關係 最重要是那個工作表 可能我這邊是7 你們可能是別的 這個會不會 再來這一行也會掛 因為現在哪有工作表 沒有啊 所以這一個 跟這個其實 這兩行我跟各位講 這兩行都可以刪掉 因為它會指這個工作 明明已經就在這個工作表 你還指這個工作表 點Slice是點它 已經在這裡了 所以這一行是多餘的 delete掉 那下一個 游標放在這個什麼 第三列的A 就是A3 A3點一下 沒必要啦 其實這一行也可以刪掉 OK 所以這兩個都可以砍掉 所以留下來就長這樣 基本上就是插入樞紐分析表 這個是插入一個空白的工作表 然後產生一個樞紐分析表 就是這一行這個啦 那當然你如果要細部看 你會發現其實它就是Active Workbook 意思是說目前的工作部 值得是台電這個 Excel檔 裡面的話有一個物件叫Private Catch 有沒有 Catch的話就快取 意思是說 我先把這個資料裡面的資料 先讀到一個快取 Catch 快取區裡面 點Create就是產生的意思 產生什麼呢 當然就是把這個資料 有沒有發現 這個Source Data 我Catch的來源就是從資料 所以它會先幫你把它暫存到這裡面來 然後呢 要把結果放哪裡 放在這裡 所以你會發現它已經敘事待發了 但是什麼事都還沒做 有沒有 所以來源在這裡 結果在這裡 OK 所以這裡的話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Catch Catch就是快取 意思是它先把資料先抓過 但是這個快取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如果你事後再去變動原始資料的時候 你再去產生一個樞紐分析 你會發現 奇怪 有些欄位為什麼都沒有自動更新 一定要按重新整理 因為它預先把資料先放在快取裡面 所以你一定要重新整理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遇過這種問題 這個稍微說一下 細節我想你們自己再了解 另外它的table name 就是樞紐分析 這個指的是這個 樞紐分析表的名稱叫樞紐分析2 所以你會發現底下會有用到很多這個名稱 有沒有 好 那上面名稱跟下面一定要一致喔 不然會出錯 好 那拖到奧值的話就這個 叫什麼 Pivot Table這個 Add Data Fill 就是這個幫我自動加總 有沒有 執行這個 加總就有了 然後再拖到奧列 所以拖到奧值 拖到奧列的話指的是哪一個 是我們的那個什麼 縣市那一個 所以這邊有個縣市欄位 然後把它放到列的位置 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排序 排序的話游標放在B4 然後做排序就是底下這個啦 所以排序就是這一個 然後再把除了那個前10名的留下來之外有沒有 那其他都幫我把它隱藏起來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有個value1 冒號等於10 那你說老師未來我要20 直接改就好了嘛 OK 所以滿簡單的 你可以留下10 那剩下來就是那個什麼 我要千分位符號啦 所以他會先選範圍 然後再把它加 comma 然後再加這個底下都是那個格式 就是去除小數點 有沒有 OK 完成 大概是這樣 所以理論上 剛剛如果你要讓那個出紐分析表 run得順利的話 最關鍵的地方 請你把那個R3C3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就是前面不要有那個工作表名稱就可以了 另外跟各位講一下 你說老師那這個地方R3C3看起來有點困擾耶 這個R3C3是什麼啊 各位講R就列啦 所以C就藍嘛 所以意思就是第一藍的第三列 那就A3啦 可是你說 老師這個看起來很礙眼 我看這個實在不習慣 可不可以把它改成我覺得看起來舒服一點的敘述 最好是直接就A3這樣子喔 其實很簡單 你如果不用雙引號 你可以把前後雙引號delete掉 在這邊改成用range物件 有沒有 range然後呢 這邊的話前雙引號A3 後雙引號這樣也可以 就是把前後雙引號的那個敘述喔 直接在這邊用那個rangeA3來代替 這樣子他也看得懂 OK 另外啦 其實他有一個更簡單的寫法 其實喔 如果你不用range的話 其實他有一個更精簡的寫法 就是用中瓜阿虎 中瓜阿虎有沒有 這樣子 我印象中好像寫這樣子 就等於是rangeA3的敘述 OK 所以喔 如果你想要今天我確定一下 應該這樣OK 那我們把這個刪掉一下 剛剛那個跑完喔 OK 所以喔 如果你不要用那個前後雙引號 R3、C3的話 那其實你甚至最簡單的方法 就加這個 中瓜阿虎看一下 確定一下 可以耶 有沒有 兩個方法 你可以改成中瓜阿虎A3 或者是rangeA3 兩個方法都可以 不過看起來好像是最簡單 有沒有 那同樣的方法 其實這個地方其實也可以改啦 不過你不改沒關係啦 OK 好 試試看好了 那這樣的話執行完 就有一個樞紐分析表了 那樞紐分析表有之後的話 再來就樞紐分析圖 那把兩個結合在一起 就是我們要的結果啦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 試試看